哈哈 檢檢大人 由于从美国金界闯到江边来了 我们打齐宇让他退回去 他不但不走还要上岸 要见大人 这种事我可没碰上过 来软的还是来硬的 应该不软不硬 若他们与我们友好往来 处处遵守咱们太平天国的规矩 咱们就以礼相待 怕若是像英国人贩卖鸦片那样 瞒不讲理 咱们也不客气 好 就这么办 走 请 谭姐姐 洋人来了 好 现在咱们会回洋人去 走 请问你们来此有何贵干呢 你们来干什么 我代表美国政府要见你们的天王和东王 这可以吗 还代表美国政府想见天王和东王可以吗 我可以代表这不难 但是镇江的吴丞相应该告诉你们了 让你们在镇江的江面上等 但是你们却擅自闯到天津来 你们这是不友好的表现 我们完全可以开炮击沉你们的军舰 我们是友好的 并没有别的意思 吴将军说我们来拜见天王必须跪下称臣 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所以我们到这里来进行交涉 到哪里都是一样 我们的天王乃万国太平真主 以不跪剑禀奏怎么行呢 你们这是愚昧 你们的天国不是什么万国之主 过去满清皇帝也称他是天朝大国 是万国之主 可是我们的大炮军舰来了 他再也不说什么万国之主了 这又怎么解释呢 你们用军舰大炮下得住青妖 但下不住太平天国 如果你们平等交易的话 我们欢迎 否则请你们退出长江口去 我要见你们的天王 见不见天王都是一样 上一次也是你们美国军舰 在长江口横冲直撞 你们的前任公使马沙利先生 曾经受过敦王的接待 他回到上海说 太平天国是一群无知的人 根本无法与他们平等交易 只有用大炮说话 麦莲先生是不是也有同样的看法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连一句可谈的也没有 你们拒绝美国就是拒绝友谊 拒绝文明 你们美国就等于文明吗 那我们就帮助清政府给他们大炮来消灭你们 我们不怕你们吓唬 我们能打败青妖 也能打败所有与清妖劳备为奸的洋妖 把你们的军舰开出长江口 快点